那我们真正学会了 大臣教他讲会吗 这个话的意思 深长 无疾 会了 如果是真的会了 你现在就合在阿弥陀中 换句话说 现在你已经合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这里 你已经把当前的环境 转变成极乐的环境 也就是 虽然你在地球上 你还没到极乐世界去 你在地球上 已经是跟在极乐世界的心情一样 那真的一样吗 真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换一句话说 你已经六根在六成经线上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支出 你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两样 一样了 一齐心动念 就不一样了 一分别执着 那差别更大了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无论硬化在什么地方 他绝对不会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上前没有 哪来的分别之处 所以 他住什么世界 也整法界 他的境界什么 他的境界长级光 真正的 去如 波尔法门 这个一点都不行 这个就是 中国大臣所谓的 大臣大吴 鸣心渐行 在中国 像禅宗六祖会能大死 他开悟之后 他就住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凡夫 不知道 你怎么看 看不出来 可是你细心看 你能看出夜装 就看得很自在 你能看出他的清净 平等 慈悲 你细心观察 事出时间 一切乏 他都不会放在心上 他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行与长级光相印 行 生活行为 与一切大众 活光同尘 你看不出 痕迹都看不出 跟一切人都相秘密 真正做到如火之之 这入了境界了 不入境界 他有知足 他有分别 他有烦恼气气 也就是 他有贪嗔之马 感谢观看